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东夫直营》 有人曾经形容青年人朝气蓬勃 正在兴旺时期 就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 只可惜今时今日香港 太多年轻人的生命 都还未暂方就提早丢借 令人无限远色 今个月十一日 一名十三岁女童 在港铁上水站往金钟方向月台堕跪身亡 他执法部门调查 那名女童患有情绪病一年 需要定期复诊 生前曾经向轻长发信息称 下辈子还会做你妹妹 又劝他不要再赌了 估计女童因精神问题 以及家庭因素选择了结生命 类似青少年轻生的惨剧 不绝于女为社会敲响敬号 上月四日早早 一名十六岁少女离家后室去音讯 其后被发现到我在日东邨 一期停车场平台 怀疑从高处堕下当场死亡 另一方面 大学生轻生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只是去年十月 短短24小时内 就有两名大学生自杀 令人心痛欲绝 数字最能够算明问题 根据教育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中披露 去年学童自杀个案情上升趋势 共有32宗中小学汇报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 较对上一年的25宗增加7宗 而同样值得忧虑的是 过去五年中小学有精神病患的学生人数 同样呈现上升趋势 当中又以中学较为严重 由2018-19学年450人大增至2022-23学年1610人 增幅足足超过两倍 而小学精神病患学生人数 亦由2018-19学年150人增加至上学年370人 一方面是青少年自杀风气蔓延 心理健康状况堪忧 另一方面是教育局工作的教育心理学家人数 去年却有流失的情况 由2021-22学年的92人 减至2022-23学年的79人 上个学年入职亦只有3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 虽然当局在去年12月以及今年1月 于全港中学推行以学校为本 议委局、教育局及社署的三层应急机制 并将相关机制延长至年底 但正如有社工指出 当局人手不足 往往是第一层或第二层已出现失车 等到第三层的时候 学童情况可能已经恶化 以至悲剧无法挽回 很明显 当局在防止青少年自杀方面 仍然有很大着力空间 立法会员如何监察政府 家长如何及早察觉 小朋友心理健康出问题 并寻求专业协助 事不宜迟 东夫各界职营 在机制推出的初期 我们承受不起的 其实是每个月或每个星期 都有学生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落实正乡教育的议案 早前已经在立法会中通过了 虽然是没有约束力 但教育局是有相应的回应行动的 例如昨天推出了一个4R的 精神健康约章 总算是有一些亡羊保留的政策推出了 不过我强调 我们除了要减轻学生的学业压力 和精神负担之外呢 同时还要反省教育制度 是否过分强调的分数和比较 是否无意间就标签了学生是一个失败者 是否忽略了每一个学生的潜能 意义感和价值感 教育局和教育工作者 都应该是一个思维的改变 才可以有效避免再有陷事发生 家长和老师会认为小孩说想死呢? 其实只是轻轻说一下 转牛角尖或者一念自刹 其实很多时候小孩有这个说法 不一定只是说一下 自杀的原因通常不会是单一的原因 年轻化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学业的压力越来越大 而小孩接触网上的资讯也越来越广泛 也有很多小孩有过早熟的情况 可能产生很多冲突、误会或者是一些困难 而当他们的语言表达和情绪的成熟程度 都未能够配合的时候 就会有可能令他们容易出现有情绪、精神的问题 那就家庭因素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 因为始终对小孩来说 他的世界主力都是只有家 父母离意、家庭关系不和睦 与手足之间有争宠的情况 其实都会影响小孩的情绪 如果父母、其他家人是有情绪问题的话 对他们的影响就可以更加大 而家庭成员如何面对情绪受困者呢? 第一就是多些观察 如果从小孩来说 譬如我们会看到他成绩下滑 经常不想上学 或见到他没胃口、睡觉变差 整个人没精神、很容易生病 情绪方面经常哭 好像很内疚、很多东西藏在心里 或另一个表达方式就是容易吻疹、发生 很敏感或者退缩不愿意接触人 如果再进一步就是他将自己心爱的物件送给人 或者对你好像有一些临终的交托 甚至你看到他有写遗书 或者是直白地说自己想死 那我们去到这个阶段 就必须要找专业人士介入 广告回来继续和大家动腹直营 多睡一会儿 吃早餐 多睡一会儿 吃什么也好呢 手机落单 提前叫大家乐 这么快就有得软 早午晚餐手机落单随时享乐 会选MSC就可以年年有余 大家乐严选MSC 可持续纽西兰南冰雨 为海洋生态出一分力 设置自己多点,对大自然好点 继续东夫直营 正如议员提到 教育局推出的4R精神健康日章 总算是亡羊补路 问题是所谓4R 也就是休息,rest,放松,relaxation 人际关系,relationship 以及抗疫力,resilience 当时容易造舌难 只是讲休息和放松 谁人都知香港地求学,只为求分数 考试定身死之下 一旦青少年学业成绩未如理想 不仅家长施以压力 教师亦往往轻视 压力山大,何来休息和放松 说到尾,如何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值得政府、议员以致社会大众反思 一个地方,如果给到年轻人希望 尋死的人绝对不会一年比一年多 无论今天整个香港 在全球移居指数没有离息 青少年疾呼 向上流动一日比一日艰难 到底是青少年病了 还是社会病了呢 好了,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大家有什么申诉 记得电邮或致电我们爆料热线 3600 3600 让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 东夫即认 拜拜 有什么申诉,马上找 东夫即认 请大家多多支持 东夫即认 东夫即认 即认 东夫即认 即认 东夫即认 即认 。 , 他便宽 斌 , 这 我